孩子学习成绩差 真的是不努力吗 眼前这个小男孩 把不学习当成一件光荣的事 作业写着写着就表演个抽搐 时不时再发个新专辑 嘴上说着 要被我妈揍死了 双手可是一秒都没闲过 摸摸这儿摸摸那儿 摸摸鼻子指点江山 妈妈站在门外 无声中胜有声 隔着屏幕 我都能感觉到那无尽的怒火 在家闲不住 学校里男孩同样坐不住 拍拍前面 扒扒窗台 上课老师讲 他在下面玩交代 课外同学们玩 他可后头打雨伞 手头的一些东西 随时就变成了玩具 课间十分钟 他玩二十分钟 老师找了三四波 最后掉录像才找到人 男孩名叫徐杰逸 小名笑笑 就读于北京市 活泼可爱 性格外向 不爱哭不爱闹 小时候能说会道 长大后学习成绩 不是特别理想 从一年级开始 就一直在及格线上下挣扎 上了五年级 一二年级的字还不会写 课堂写作文 一个上午写不出二十个字来 数学四分之八 不会约分 十五分之七 一会儿就能变成七分之十五 英语更是对不上号 一道题怎么教都教不会 母亲气得直挠墙 上辈子学习 下辈子教 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 夫妻俩可没少抄找 最严重的时候 闹到要离婚 在老师的建议下 俩人带孩子到北京大学 第六医院进行检查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笑笑被确诊为 注意缺陷 多动障碍 简称多动症 智力测试良好 但注意力很难集中 为了让笑笑能专注写作业 全家齐上阵 白天老爸 晚上老妈 清华大学毕业的姥姥 也参与轮岗 但效果甚微 男孩依旧闲不住 不是拿杀虫剂表演喷火 就是拆桌子 点香烧窟窿 坐在凳子上的总时长 不超过半小时 前一秒码都没 下一秒码什么没 一道题反复交十遍也记不住 母亲气得直跳脚 医生发现情况不太对劲 引荐了北京师范大学 舒华教授的研究团队 经过进一步测试 笑笑被认定为 具有典型的阅读障碍症 在适龄儿童中 大约有5%到8%的孩子 有阅读障碍的困难 他们在正常的学校里学习 但跟不上学习的进读 常常被误认为笨和懒 智力是正常的 教育机会是正常的 但阅读就是学不会 无论背多少遍 就是看不懂 记不住 盯不住字 丢字 落字 无法准确的读出来 看到一点字 脑子里就开始联想是什么 最后 农民读成农庄 知心读成心知 记忆不是按字记的 是按块 按形状 他无法整合到一起 写个字就像画画一样 很多倒差笔 想起拿笔 写拿笔 勉强把字凑全混 由于没有笔画和顺序的关系 下一次再写的时候 又是一个全新的字 晚上背完 第二天就忘了个干干净净 谜底揭开 夫妻俩总算搞明白 孩子学习成绩不好 不是不努力 看得到的多动症 也不是主要原因 其根源在于 看不见的阅读障碍问题 这种情况几乎会伴随终生 学习成绩逆袭的希望非常渺茫 死来想去 妈妈要求笑笑直面短板 加倍努力 按时上阅读障碍干预课程 每天打卡跳绳 然后写作业 促进多半安分泌 提高专注力和学习效率 不会没事 咱们去学 习惯和态度不能含糊 在社会交往中 妈妈从来不回避笑笑的问题 经常组织集体活动 一起春游 集体外出跨年 帮助儿子更好地融入同伴群体 以免她因为学习成绩差 而被误解和孤立 在大家的多方努力下 笑笑在一次课堂小测院中 史无前例获得了满分 老师特意在家长群里表扬了她 同班家长纷纷点赞鼓励 但好景不长 家庭作业不是全错 就是对了两道 经过一年多的打卡 效果似乎并不明显 你现在每一刻的态度 都决定我下一秒怎么对待你 知道吗 你积极努力 你就有好的 在考虎上不积极努力 对 因为结果只能越来越糟 然后形成恶性循环 你的世界里都是黑暗 阅读障碍的困扰 漫长而深远 笑笑长期被挫败感笼罩 厌学情绪加重 严重抵触读书和写字 本能地开始逃避 除了学习干啥都行 学不好 我干脆就不学了 只要我写完作业以后 我妈肯定还会安排我写下一下 下一下写完 还有下一下 直至睡觉 那还不如趁着写作业多玩会儿 然后再睡觉 无遗憾 每次跟我妈唱完反调 看着她无奈的眼神 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去忙了你呢 现在刚 睡觉 八点才睡觉 对 你属于逃避吧 对 有意思吗 有意思 考试你怎么办呀 你也睡觉还是吧 对啊 我睡过 矛盾日益加重 渐渐的 萧萧越来越不爱在家 希望去上学 在学校里待着 感觉 在家里要死 即便在学校打架 受欺负 挨骂 也从来不跟家里说 母亲心烦意乱 日渐焦虑 老师建议 温柔而坚定 陈姐实在是做不到啊 回家后 她强压怒火 按照老师的建议 温柔而坚定的 陪笑笑熬到了夜深人静 怒火降了又升 升了又僵 不出两天 争吵再次爆发 姥姥赶紧出来 打哈哈 缓和气氛 但在妈妈看来 无疑是火上浇油 相比之下 笑笑倒是看得开 上帝在你脑子里 关了一扇门 那肯定就会给你 开一扇窗 我长大以后 肯定有一项特长 只不过 我现在不知道而已 母子俩不断在焦虑 自愈中循环往复 找不出一个出路和解法 我知道她未来 能找到一个出路活法 但我熬不过去的 是现在这一次次作业 一次次考试 处在这个大环境中 不和别人比 是不可能的 笑笑是一个 极具反抗精神的孩子 反抗写字 反抗学习 反抗我 在成长期 可能会比较痛苦 但一旦成人后 这种反抗精神 可以让她 活出自己 而不是 生活的奴隶